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接下来的几节课中 我将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知识 在之前的课程中 同学们已经掌握了信息的数字化 信息的处理工具 计算机的软硬件知识 通过学习 我们知道 电子计算机是处理信息的有效工具 几十年来 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不断更新 它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尤其是计算机网络产生之后 计算机的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 信息在网络中的传输迅速而辩解 计算机网络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 计算机网络基础这个单元有三节课组成 我们要一起了解什么是计算机网络 掌握计算机网络的连接组件 理解网络协议 好 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吧 第一课 计算机网络简介 小达和小雅在暑假期间制作的电子书三国演义独厚感 很受同学们喜欢 为了能让更多的同学观看 他们决定对电子书做最后的校对修改 时间紧迫 上周他们利用双休日完成了这项任务 由于他们俩住得很远 所以事先进行了分工 各自在家进行校对 完成后 通过计算机网络将电子版文件发送给对方 相互检查 最后完成了校对工作 小达还将电子书上传到了班级的公共邮箱 提供给同学们下载 为同学们提供了一本制作精美的电子书 老师 我通过计算机网络把修改好的内容发给小雅 小雅修改完后再发还给我 非常的方便 我很想知道计算机网络是怎么组成的 才能保证我和小雅之间的通讯 老师 通过网络我几乎可以 马上接收到小达发给我的电子书 交换信息非常的方便 我很想知道计算机网络除了数据传输外 还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小达和小雅在家里使用计算机网络 合作完成了电子书的校对 同时 小达还通过班级公共邮箱 分享了制作完成的电子书 大家有没有发现 计算机网络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来回答小达和小雅刚刚提出的问题 计算机网络有哪些部分组成 网络除了数据传输还有什么其他功能吗 此外 老师今天还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计算机网络的分类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吧 电子计算机自出现开始 就在各个领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已经不再只是用来进行数值计算的工具 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在使用过程中 人们在想是否可以构建这样的计算机网络 把地理位置上相对独立的计算机 通过某种方式进行连接 依靠通信技术实现资源的共享 及相互协同工作 这样连接起来的计算机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也能实现更多的功能 有了这样的网络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获取 甚至直接使用 位于千里之外的计算机中的资源 这正是计算机网络的魅力所在 小达和小雅 老师想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自己家里用来校对电子书的电脑 分别是通过什么连接到网络上的呢 老师 我使用的是台式电脑 好像是通过网线连接到家里的一个网络设备上的 老师 我使用的是笔记本电脑 没有看到网线 应该是通过无线方式连接网络的 嗯 网线和无线信号都属于通信线路 通过不同的通信线路和连接设备 可以把计算机连接起来 然后遵循某种约定就可以实现数据传输 归纳来说 计算机网络就是利用各种通信线路 把地理上分散的 彼此独立的多台计算机连接起来 遵循某种约定进行通信 实现资源的共享及相互咸同工作的系统 小达 小雅 你们在家里用来处理电子书的电脑 就是地理上分散彼此独立的计算机 然后通过网线和无线信号 以及各类连接设备进行相连 在约定好的规则下实现了数据通信 组成了计算机网络 在这里 我们把约定的规则称之为网络协议 在计算机网络的组成中 有三个要素非常重要 它们是计算机设备 通信线路及连接设备 还有网络协议 计算机设备负责处理信息 通信线路和连接设备负责把计算机连接起来 网络协议负责规定数据传输的规则 有了这三个基本要素 计算机网络就具备了工作的基础 老师 计算机网络可以实现数据的传输 方便我们发送接收各类文件 现在计算机网络的功能越来越丰富 在我们日常生活学习中几乎都离不开网络了 比如说 我可以通过网络第一时间了解世界新闻 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给世界上任何可以上网的朋友写信 可以通过提供音乐服务的网站下载歌曲 还可以在视频网站在线观看电影 计算机网络带给我们的方便实在太多了 小雅 计算机网络的功能确实非常强大 你刚才谈到的只是它的一部分功能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尤其是5G网络的不断普及 网络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 网络的服务也会越来越丰富 归纳起来 计算机网络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数据通信 资源共享 分布式处理 数据通信功能是计算机网络最基本的功能 也是实现其他功能的基础 计算机网络建立之初的主要目的 就是实现信息的传输、交换和处理 老师,我们通过网络聊天工具进行语音聊天 是不是也是数据通信的功能呢? 是的,小达 通过计算机网络的数据通信功能 我们不但可以传输文本 还可以传输声音、图像、视频等各类数据 第二个功能是资源共享 共享的概念在现今社会是个很热门的词汇 比如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厨房等等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用较小的代价获取实际物品一定时间的使用权 对于计算机网络而言 它的资源共享功能则更加强大 这里的资源既可以是数据资源 还可以是软件和硬件资源 比如在有的教育类网站中存储了大量关于教学的数据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点播在线视频进行学习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共享功能 通过网站上保存的大量视频数据提供大家在线访问 数据的共享是计算机网络中最常用的功能 既能使用户通过网络方便地获取数据 还避免了数据的重复存储 大家看这张图 图中的打印机通过一台打印服务器连接在计算机网络中 当网络中的计算机有打印任务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打印服务器使用打印机 这样这台打印机就实现了共享 对于硬件资源的共享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硬件的利用率 降低硬件投资的成本 老师听你介绍 我发现我家的打印机就是被共享的硬件资源 打印机是直接连接在爸爸的台式电脑上的 平时我的笔记本电脑如果要打印文件 需要先打开爸爸的电脑 通过网络访问连接到爸爸电脑上的打印机才可以打印 小雅的观察很仔细 在实际使用中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硬件资源的共享 软件资源的共享是指可以通过网络使用其他计算机上的软件 我们在日常使用中会发现不少的软件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运行 而不用将软件在本地计算机安装 这里软件不占用或者占用极少的本地计算机存储资源 可以有效地提高本地计算机的使用效率 第三个功能是分布式处理 计算机网络是由彼此独立的计算机连接而成的 这些计算机都具备独立处理信息的能力 如果能够让这些计算机协同完成同一个任务 就能极大的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网络的分布式处理就是用以实现这一目标的 比如我们现在购买火车票的时候 可以通过连接在网络上的不同计算机设备 查看还有没有票 甚至还可以选择座位 这在没有网络支持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不同的售卖点之间信息不能及时交换 也就不知道其他售卖点的情况 网络分布式处理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在购买飞机票、电影票、预定宾馆等 都是分布式处理的典型应用 还有一种情况是 在大型工程计算中 当某台计算机的任务过重时 网络控制中心会将部分工作 自动转移到任务量较轻的计算机中去处理 此时的计算机网络 就像是一个高性能的大型计算机系统 可以完成一台普通计算机无法完成的任务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 小达将电子书三国演义读后感 存放在公共邮箱 方便同学下载 这一过程体现的计算机网络功能 有哪些呢 老师 电子书放在公共邮箱 方便全班同学分享 这个体现了计算机网络的资源共享功能 共享了数据资源 电子书可以下载体现了数据通信的功能 实现了文件的传输 所以 空格中应该填写资源共享和数据通信 谢谢小达 在现实生活中 根据计算机的多少 距离的远近 性能的需求 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网络 小到两台计算机相连 大到现在的国际互联网 都是计算机网络 网络的分类方法有很多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两种 一种按照网络的覆盖范围来分 还有一种按照网络的连接方法 即它的托普结构来分 如果按照覆盖范围来区分 可以把网络分为局域网 和广域网两类 局域网一般是指 网络规模较小 通信线路不长 并具有较高传输速率的网络 最初 人们组建网络的主要目的是 共享数据和硬件设备 网络规模不大 传输距离较短 这样的网络基本上都是局域网 局域网的覆盖范围一般在几十米到几千米之间 通常一个房间 一幢柔羽 一群建筑的网络都属于局域网 老师 我家里除了我自己使用的电脑外 还有一台爸爸使用的电脑 平时家里的Pad和智能手机也都可以上网 我们这些计算机设备 都是通过家里的网络设备相连的 我们家应该也是一个局域网吧 是的小达 这是一个典型的局域网 规模不大 距离很短 传输速度很高 相对应的 随着对网络需求的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计算机设备连入网络中 网络规模越来越大 传输的距离也不断扩大 其规模甚至可以覆盖不同地区 不同国家 甚至整个地球 由此产生了广域网 这样的网络通常要租用公共的通信服务设施进行连接 建网成本较高 广域网本身也是有另一些局域网 或者广域网组成的多极网络 老师 我和小达住得很远 在不同的区 但是我们之间的计算机 可以实现数据通信 我们之间相互连接的网络 应该属于广域网吧 是的 小雅 你和小达的电脑 其实都连接在英特网上 英特网是当今最大的国际性计算机互联网络 也是广域网的一种 一般来说 局域网因为传输距离短 使用专门的线路 所以它的传输速度要更快一些 可以达到每秒100兆比特 甚至每秒1000兆比特 老师 你刚才说到 局域网的网络传输速率 可以达到每秒100兆比特 这个传输速率指的是网络的速度吗 怎么理解这个速度 小雅很敏锐 我刚才说到的网络传输速率 是指不同网络数据传输的速度 它的单位是BPS 表示每秒钟传输的二进智位的个数 为了书写方便 一般会使用K M G 表示 千兆 G 老师 我记得我们家在安装网络的时候 选择的是百兆速度的标准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家的网络传输速度 是每秒100兆比特 是的小达 网络服务商提供的这个速度 通常指的是下载数据的速度 如果是发送数据的话 速度可能达不到这个值 下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左下图是通过测速软件 测得的当前网络传输速率 小达之前在班级公共邮箱 存放的三国演义读后感电子版 有30兆字节 请问 在当前的传输速率状态下 理论上 同学从邮箱里下载电子书 需要多长时间呢 老师 我们首先要统一单位 30兆字节可以转化成 240兆比特 除以每秒60兆比特的 网络传输速率等于4秒 所以下载一个30兆字节的文件 理论上需要4秒 小雅回答正确 网络的分类 还可以按照计算机之间的 连接方式来区别 因为连接方式不同 网络效能的发挥也不同 这种连接结构也称之为 网络的拓扑结构 最常见的拓扑结构有三种 这张图片中的连接方法是总线型 网络由一根总线 跟落干个节点进行连接 这种结构简单 容易扩充 但是一旦总线故障 就会对整个网络产生影响 这张图的连接方法是环形 通过通信线路将计算机 连成一个封闭的环 它能够保证一台设备上发送的信号 可以被环上其他所有的设备都看到 当节点过多时 会影响传输效率 这张图的连接方式是目前使用最多的结构 称之为新型结构 计算机连接在某一个连接设备上 集中控制 方便管理和故障诊断 除了以上三种拓扑结构外 在网络组成中 还有一些其他结构 这里不做一一介绍了 通常来讲 一个综合性的计算机网络 并不一定会采用同一种拓扑结构 往往是这些基本网络结构的综合运用 各位同学 今天这节课 我们主要介绍了计算机网络的组成 功能和分类 对计算机网络做了初步的了解 重点和大家介绍了计算机网络的三个功能 以及按照不同方法进行的网络分类 后续课程中 我们将重点和大家一起学习 计算机网络三要素中 通信线路及连接设备和网络协议的知识 这节课的最后 给大家留了思考与讨论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完成 同学们 计算机网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今天我们只是对它的基本概念 功能及分类做了一些简单的了解 希望大家课后认真完成思考与讨论的内容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以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